我們今天就繼續來介紹 array還有object的方式 這個javascript 那我把今天的測試資料放在右邊 是一包array 裡面就好幾個物件這樣子 方便大家等一下對照 我們修改前還有修改後的資料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先來看第一個forage forage有時候你在學 剛學的時候會跟map有點搞混 我們來解釋一下為什麼 那我這邊就直接去使用products.forage 然後他這個forage裡面有一個參數會傳遞進來 就是我們這個政令裡面的每一筆資料 所以這個forage總共會跑五次 因為我們有五筆資料 所以我就叫這個參數product 然後通常這些方式還會有第二個參數 叫index 那我就檢查他叫i好了 我們有跑五筆嘛 所以這個index就是01234 01234 然後我們的product呢 就是我們裡面 正列裡面的每一筆物件 好那我現在想要做的功能是 我希望把裡面這些所有的物件裡面的price 乘以2 然後回傳給一個新的變數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這樣寫 return product price乘以2 好然後給一個新的變數叫products.price 好我們就把這個products.price列印出來看一下 然後你會發現說他給你的是undefined 這是正常的嗎 這是正常的沒有錯 因為forage你在裡面執行的return的結果都是沒有意義的 他不會丟他不會return值給你這個變數 所以通常你用forage 你在使用forage的時候是去更改你原本的資料 你可能想要去更改你原先的這個資料 那你就可以去用forage來做這件事情 好所以我們現在來講一下剛剛的功能要怎麼做 把這個正列裡面所有的物件的price乘以2 然後return回去這樣子 好所以我們現在就把這邊都刪掉 好然後告訴他說我的products的第i比 等於我的products的price乘以2 這樣寫的意思就是說假設今天是第0比 那我們就說第1比嘛 好那我要跟他說我第0比的price乘以2 然後丟回去原本的這個第0比裡面 好所以他現在執行完這個結果 好這個price就會變成2萬了 好是不是這樣子我們來看一下 好有沒有他變成2萬 4萬1千2、5千 然後跟我們旁邊對照一下 但是如果你是想要把原本的物件也都丟回去的話 你就不能這樣子寫 好你就要這樣寫用物件的方式包起來 然後用spread syntax 像這樣點點product 把我們原先的物件都回傳回去 然後告訴他說我們要更改price的位置 好所以這樣子寫就是說 我把全部的key和value 複製進去這個物件裡面 好但是我要修改price的部分 所以price等於我的productsprice乘以2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這個products 有沒有 所有的這個price都被乘以2了 但是用forge的缺點就是這樣子 你會去修改你原本的資料 他沒有辦法return一個有效的指揮去給一個變數 好那這是forge的部分 好那我們接著看for of 所以for const product of 我的products 好那一樣先console.log 我的product 你會發現說有沒有 他一樣是去取我正面裡面的每一筆資料 我們的每一筆物件 那如果要達到剛剛那個效果 price全部乘以2的話 那你用for of的話也很簡單 這樣寫就好了 它是代表我們每一筆資料嘛 所以product的price 等於product的price乘以2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喔 products 你會發現說有沒有 每一筆的price都被乘以2了 但是一樣 他是去修改你原始的提供給他的這個資料 這個數據 那我們應該這邊也可以直接乘以2就好了 也不用顯得麻煩 OK就這樣之後 原先的數據 原先的price去乘以2 這樣子 好那是for of 好那接著看我們的for in 我們的products 好那什麼要叫他key呢 我們直接console.log出來看你就會知道了 你會發現說他回傳給我們的其實是我們的index 但是你用for in的話也可以針對物件來使用 它是 如果是取array的話就是取array的index 如果是使用物件的話就是取物件的key 例如我把旁邊隨便複製一筆過來好了 像是這樣子 product 把這個 動號拿掉 然後贏我們的price 你會發現沒有他是去取我物件裡面的key值 idea name price category 那通常會這樣子去使用可能還會搭配 在裡面去搭配其他的方法 一些物件的方法這樣子 那這個方法我在寫可能code rule的時候比較常用到 在解題的時候可能比較常用到這樣的寫法 那我們一樣註解起來 上面的我就先刪掉好了 流到for each好了 那剛剛有提到嘛 for each跟map為什麼會搞混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products.map 然後那一樣把product丟進去 然後一樣consular看一下嘛 就是每一筆資料 就是這裡面的每一筆物件 都輸出來這樣子 那如果一樣要達剛剛那個效果 price乘以2的話 我們可以這樣寫 return...product 然後告訴他說我要去修改price的這個位置 等於我的product.price乘以2 那我們來看一下products 這時候你會發現到一件事情 我們原始的數據並沒有被修改 一樣是1萬 然後一樣是2萬 這是因為你在map裡面使用這些操作 它會輸給一個新的變數 所以你要有一個變數去接收它 所以products.price 那我們去練這個product.price出來 OK 你覺得發現有沒有 我們的products.price的結果 是每一個price都去乘以2 這比較是我們理想的結果 就是透過不要去動到我們原始的數據 然後去創建一個新的變數 去接收到我們更改這個結果 所以跟forge的比起來 結果就是說 forge裡面return的值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它不會接收任何return的值 那map的話 就是你要return回去 就是它用一個變數去接它 然後它就會把結果回傳給這個變數 好 那是map 那我們也常會在map裡面去寫一些條件 例如說假設 我們今天的product category 可能等於看一下 電子產品好了 好 那我才去怎樣 我才去return 這個product的price要乘以2 不然的話 那else 我就return我的product就好了 我就return原本的物件回去就好了 所以我們現在一樣來看一下這個products.price 你會發現說有沒有 只有電子產品的price被乘以2 因為它的我們去設定個條件 category是電子產品的 才要乘以2 那其他的price都是沒有變的 都是一樣的 所以你也可以在這些function裡面去寫一些判斷 然後return回去這樣子 那這是map的部分 那我們接著看其他array的function 那假設我們今天想要在這個products.array裡面去新增一筆新的物件 我們要怎麼去做 所以我先新增一筆新的物件 叫它price就好了 然後這個id改一下 叫6 然後叫它乘3 然後它是屬於服飾類的 然後我們現在就可以直接說products 把他移下來一點 products.push push的意思就是說 你把一筆新的資料push到推送到這個products的最後面 所以他這筆資料進去的時候 是會在products的最後一個位置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把product丟進去 然後再看一下我們的products 好那現在它應該在這邊在最後面的 所以push是把資料推到原本資料的最後面 那如果你要推到最前面的話呢 那你可以用onshift 所以我們一樣把這個程式碼複製 然後貼到我們的onshift這邊 把push改成onshift 然後一樣console.log看一下 你就會發現有沒有 它在我們的陣列的第一個位置 好那就是push還有onshift它們之間的差別 一個是onshift是把資料推到最前面 然後push是推到最後面 那我個人比較常用的應該是push 好OK那就一樣把這邊註解起來 我們來看一下pub 假設我們今天想要把原本這個products裡面的最後一筆資料給刪掉的話 我要怎麼做 我們可以直接用pub來處理 像這樣子products.pub 然後就直接把products在console.log出來一次 你就會發現說我們的最後一筆不見了 好那如果是要從前面把最前面的刪掉呢 那我們可以用shift 所以一樣products.shift 然後products 你會發現有沒有剩下二三四了 我們的id1還有id5的資料都不見了 所以這兩種用法就是我們講的 可能堆疊和阻列會使用的這個效果 first in first out 然後last in first out 這樣子 好那我們 我這邊講一下 如果你用一次也不能在後面再去使用pub 這樣是沒有用的 你要再去額外再去使用一次products.pub 才可以再把最後一個元素給彈出去 給刪除 所以現在變成現在是123 但是到這裡應該就剩23而已 沒有錯 OK 那就註解起來 來看一下find 假設我們今天希望去找到products裡面 類別為電子產品的這些資料 那我們可以使用find嗎 我們來看一下 constproduct等於我的products.find 然後一樣嘛 它裡面都會有一個參數 就是我們裡面的資料 好那我告訴他說 我希望products的category 要等於我的電子產品 好然後我們一樣把product輸出出來看一下 好你會發現說確實找到了 但是什麼 只有找到一筆而已 並且它是回傳這個 找到這個資料的格式給你 所以找到它 那它是一個物件 就把整包物件回傳給你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後面還有一個電子產品 它沒有被搜尋到 所以用find的話 它會先去匹配第一個 找到第一個 它匹配到了就回傳給你 那後面有沒有匹配到 它也不會去管了 就有點像我們上一部影片講的 這個一開始的replace 那如果你要去搜尋多比的話 都要匹配到的話 你可以用filter 好所以我們把一樣的程式碼 複製到下面來 好上面就觸解掉 好就觸解掉 然後改成filter 好然後product 好你就會發現說有沒有 它是一個陣列 並且呢裡面裝的資料是 我們category 是電子產品的 好所以如果你只想要找 一筆匹配的資料的話 你就用find就好了 那如果你是要匹配多筆資料的話 那你就用filter 好這應該蠻好理解的 好接著看我們的reduce reduce比較常拿來做這個加減乘處 意思就是說假設我今天 product裡面我想要去統計 他們所有的price是多少 那我們就可以用reduce 來幫我們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可以const totalprice products.reduce 好reduce還有兩個參數可以傳進去 比較常用的 第一個是我們的ACC 我們都習慣叫他累加器 好然後第二個是我們的元素 那我就叫他product就好了 就跟我們剛剛每筆資料是一樣的 好然後並且他還要填第二個參數在後面 就是你這個ACC一開始 初始的值要是什麼 那如果我們希望他一起相加的話 把裡面的數值都相加的話 我們當然希望他從0開始加嘛 然後我們就return 我們的ACC加等於product.price 好那我們現在可以來看一下這個totalprice 好就是我們這個 這邊數就是我們這邊裡面的price 全部加起來的這個結果 好那他是怎麼去運作的呢 第一輪我們來看一下第一輪 好假設我們今天第一輪在這邊 我們告訴他說ACC加等於product的price 所以這個ACC現在是等於多少 一貫了嘛在第一輪 好然後第二輪回來我們記得喔 剛剛的ACC是1萬嘛 所以他用1萬去加我們下一輪的2萬 好所以現在就變3萬了 以此類推 好每一輪的結果都會回傳回去 到這個ACC裡面 好這樣應該可以懂 好然後這個reduce 我還常常拿來做另外一件事情 可能在解題的時候比較常用到 實際上用到的次數可能很少 我帶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呢我希望去統計說 我現在這個product裡面 屬於電子產品的這個種類 有幾個產品 那是兩個嘛 所以我希望他長出來的物件 是長這樣子 可能電子產品 然後數量是多少 是2 我需要讓他長出這樣子的結構 那我也會用reduce來做 怎麼做呢我們也來看一下 所以category我的products 等於products.category 點這個reduce 然後這一次我一開始 等一下喔 我一開始希望這個acc的初始值 你也不一定要叫他acc 你可以根據他初始值是什麼 去給他一個對應的名稱 例如說我叫他obj 就是object 所以我希望他一開始是一個object 好然後我去判斷說呢 假設我的product.category 在我這個obj裡面的話 那我這個obj的product.category 就加等於1 因為他已經出現過 重複出現過了 那如果他目前還沒有在我這個obj裡面的話 我就怎麼樣 一樣 product.category等於1 因為他至少有出現過一次 然後最後我們就return 我們的object 我們的obj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結果 所以把它印出來 好你會發現就達到我剛剛要的效果了 電子產品總共出現過兩次 浮世一次 鞋類一次 電視一次 就是我們旁邊這個 政列嘛 這個products政列 那結果也是沒有錯的 所以我通常會拿他來做一個分類 當然你用for來寫的話 一樣也是可以達到一樣的效果 只是我比較習慣要reduce來寫 那這是分類的部分 好那就觸解起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sort sort他比較特別 我們來花比較多時間來講一下 好那這邊先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來帶大家看一下sort 然後我們再去用我們原本的範例資料 好所以這邊我寫一個隨機的數字好了 十二一七 好那我希望經過sort以後 他給我的結果是一二三七十 就是由小到大排序 好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我現在只用numbers.sort 然後再來看一下numbers 你會發現有兩件事情發生了 第一件事情 他是會直接去動我們原本的資料的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 他不是我要了排序的結果 你希望是得到一二三七十 這是因為sort他預設的情況下 是去使用unicore來做一個排序的 我記得好像是會把它轉成自串 然後做unicore排序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demo給各位看 自串要怎麼來做一個排序 那如果你要把它排成我們後面這個樣子 你就要告訴他一些規則 這個規則我們通常會在sort裡面去制定 所以我們會有兩個參數傳遞進去 一個是a一個是b 通常都會當成ab 那a就是第一個數字 b就把它當成是第二個數字 那我今天希望 我這邊講一下還有幾個規則 如果今天鋁灘的結果是複數的話 那表示你的第一個元素 應該要在第二個元素之前 那如果是0 回傳相減的這個結果 如果是0的話 代表他們兩個的位置 他們的值是一樣的 所以兩個人的位置不會變 那如果是1的話 代表你的第二個元素 後面這個元素 應該要在你第一個元素之前 所以我們會這樣寫 return a-b 那就變成升序了 就是一步一步升上去 所以12370 那如果要反過來 由大了在前面的話 就是b-a 有沒有看到 就是由大排到小了 希望剛剛那一段話大家有明白 所以這張最簡單的方式講一遍就是說 如果我們這個值回傳的值 如果是-1的話 那你這個元本的數值就要往左邊移動 那如果是0的話就是不要懂 因為兩個相減結果是相同的 如果是正數的話是1以上的話 那你這個數值應該就要往右邊去移動 大概是這樣子 這是數字的排序 那我們來看一下字串的排序 因為我們剛剛說字串是用unicode來排序 所以我這邊也去寫一個字串好了 所以我這邊去建一個 隨便建一個簡單的字串的正列 就叫apple-banana-cherry 那我希望今天的排序方式是 字母比較後面的在前面 就是反過來排的意思 因為我們現在是造成abc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寫 fruits-sort 然後先把結果寫在下面 然後a跟b 這邊就寫一個簡單的判斷了 假設我們今天這個a大於b的話 我們就return-1 這邊應該就排完了 那我們後面還可以把這些判斷式補完 然後a小於b的話我們就return1 照剛剛的邏輯 如果都沒有的話代表相同 相同的話就return0 在一樣的位置不會動 那我們先來測試一下 在這個a後面穿插一個z 它應該會跑到最前面 那如果有兩個z的話呢 那一樣是排在最前面 三個z就是一樣排到更前面 那如果你想要針對這個手字 來進行比較的話 你可能也需要在裡面去寫判斷 例如說這樣 fruits-try 等於a.tried a的這個字母的定0個位置 然後去把它統一轉成 看你要轉成rall cast或是up cast都可以 然後a跟b都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在裡面再去做一個比較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點要提到 就是說今天我們這樣比較的話 如果我們丟數值進去呢 丟一個number形態進去 它被排在哪裡 例如說我們在這個z後面 丟一個123 你看它被排在最後面 因為我們現在是照裡面這個規則來排 如果不照這個規則來排的話呢 直接sort 我們的數值永遠都會在最前面 number形態都會在最前面 所以不管我把數字加在哪裡 它一定都會在最前面 像這樣子 ok 那這是sort 可能需要花一點時間來理解它的排序的方式 那我們就拿我們的這個例子來做一下好了 我先希望可能price比較大的要在前面 所以現在如果這樣排下來的話 我的id5應該會在最前面的位置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sortproducts 在products.sort 我們一樣可以把它裝給一個變數 然後a跟b 所以我們可以說b的price 減掉a的price 這樣應該就是達到我們要有這個效果 sortproducts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有沒有 價格高的就在前面 價格低的就去後面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如果我們這樣子寫的話 原本的products會不會被動到 好 所以一樣看一下 好 你會發現有沒有 原本的products它一樣被篡改了 這個一樣被複寫過去了 所以在用sort一定要非常小心這個行為 你一旦sort過後呢 它會將你原始的數據做修改 那同時它也會回傳給 如果你前面有這個變數去接的話 也會回傳給這個變數 好 就很像複值的概念 好 那就是sort 好 那麼來看一下slice slice就比較好懂了 如果我們直接寫prada.slice 然後假設我要從第一個開始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結果 應該是要直接看console的結果才對 因為它不會去動到原本的陣列 把這個就拿掉 slice就是說你今天想要 取你這個陣列哪一個範圍開始取 那如果我們是寫1的話 就是從index1的地方開始取值 所以這個是index0 這個是index1 所以就從1開始取值 到後面 那你也可以給它一個範圍 就像我們上次講的string也有slice 你可以給它1到3 那你寫1到3它的範圍就是 0 1 從這邊開始 2 然後到3為止 但是並不包括3 所以裡面應該只會有2跟3而已 沒有 只有2到3 那一樣可以給複數 一個-1 那就是只取最後一筆而已 就跟上次講的一樣 這就是slice slice並不會動到原本的陣列 所以我們這邊要注意到這一點 那sprice呢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了 假設你今天希望 你陣列的某一筆元素 你要把它刪掉 然後並且在刪掉的位置 然後去插入一個新的元素 或是說新的物件的話 你就可以用sprice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做 products.sprice 第一個是 你希望從哪一個地方開始 哪一個index開始 如果我希望在0的這個位置 就指定在這個位置 然後第二個參數是 你希望刪除幾個元素 那如果我希望刪除一個元素 就這樣子 那現在這個products陣列 這個0比應該就會消失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products 你就會發現我們的id1不見了 被刪掉了 那如果你是希望在第0比 第0個index的地方 刪除兩筆 所以放2進去 那就會剩下345 好 那我們剛剛說 我們想要插入新的元素進去 所以把第一個刪掉 然後呢 丟一個新的物件進去 所以我這邊也可以新增一個新的物件 newproduct 那我就隨便交一個 id99就好了 然後內容就不打 我就是把這個newproduct放進去 你就會發現說有沒有 newproduct的位置 已經占掉我們原本 ide1的這個位置了 所以sprise一樣是會去動到你原本的資料的 原本的陣列 是會去動到的 然後並且 第一個是 我們要從哪個地方開始 然後刪除幾個元素 然後你有沒有要丟新的元素進去 這是可選的 不一定一定要填 這sprise 注意到解決說 它一樣會動到我們的陣列 原本的陣列 原本的資料 再來剩下幾個而已了 sum and every 好 那我今天想要說 我想要判斷說 這個陣列裡面 有沒有category 是電子產品的 或是說有沒有所有的category 都是電子產品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sum和every來做 sum就是說只要有符合一個 例如說今天這個陣列裡面 有一個category是電子產品 那這個sum就會回傳給你一個true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就直接console好了 products.sum 我們去判斷說我們的product 的category 是不是有等於電子產品 那是true吧 沒有錯 因為有一個符合了 那如果換到every呢 我們來看一下 把sum改成every 你就會發現說它是false的 因為用every就代表說 每一個category都要等於電子產品 所以如果現在把所有的category都改成電子產品 像這樣子 那注意看一下它這個false 就會變成 我應該是要改上面 應該是要改最上面 忘記我的測試資料 這邊是開給大家看 改上面這一個 那你就會發現說 它變成true了 沒有變成true了 OK 這是sumevery的作用 那我比較常用的應該會是sum 那怎麼說 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今天有一個 useremail temp useremail 一個暫時的 然後隨便打一個 然後我後面可能還有一個 useremail的array 裡面就放很多useremail在裡面 然後我今天想要去檢查說 我的這個temp useremail 有沒有在裡面 那我就可以用sum來判斷 如果今天sum給我的是true的話 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email有在裡面 如果檢查不到是false的話呢 我就確定說 這個email不在這個這裡裡面 那我就可以怎麼樣 用push的方式把它加到這個陣列裡面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接著看 剩下的object object比較常用來做排序或一些分類 一樣做分類的效果 像我剛剛是不是有用reduce做一個分類 通常做完分類的我都會繼續用object的function來做處理 那object的function它的這個名字也很直觀 object.keys就是去取我們object裡面的key 例如說我把這邊複製過來 這個product 然後我把product丟進去 console.log看一下 你會發現說沒有 他是把你的key裝成一個陣列 所以變成陣列以後 你一樣可以去用其他的array的function 去做配合去做使用 通常會這樣子做 取key出來之後 看你要針對這個key去做什麼樣的使用 用array方式去做一個處理 然後value也是很直觀 就是去取object裡面的value 就是只取value 不取key 所以你會發現說我們只有value而已 沒有key 然後最後是entries 就是兩個都取 並且把你的這個物件變成一個陣列 所以console.log object.entries 我們的product 有沒有 變成一個陣列了 然後裡面就是把你的key還有value 也變成一個陣列 這樣去做使用 entries也蠻常用到的 然後還有key 這兩個我是蠻常用的 那好像還有一個忘記講了 是object.assign 但這個現在應該比較少人在用 就是複製陣列的意思 所以寫一個demo給各位看好了 假設我今天有一個 object好了 obj 我叫obj好了 然後我想要 這個obj我想要等於這個product裡面的內容 所以我就會用object 下object 怎麼跳不出來 點assign 我的product進去 好 那我們現在開這個obj 所有的這個屬性 所有的key和value 也都複製進來這個object裡面 但是用assign有一個地方要注意 要是你去動了這個object 像這樣子 點name 等於 123 好 那我們看一下object 現在它的name是123了嘛 那我們的原本的product呢 你會發現有沒有 product也一起跟著被更改了 好 正是因為這個object.assign 你用這樣的方式來寫的話 它是屬於shadowcopy 而是前拷貝的意思 好 那如果你用deepcopy的話 你可以我們以前啦 以前在spreadsynthes還沒出來的時候 應該都會這樣寫 如果真的要去拷貝object的話 我就會變這樣子 寫在這邊好了 等於json.plus 然後我的json.stractify 我的product 好 那你就發現有沒有 這樣子寫之後 就不會有剛剛那樣的發生了 但如果現在有spreadsynthes的話 我們也是用spreadsynthes來寫的話 來比較一下結果 所以點點點product 然後拷貝過去 然後object.net 等於123 然後一樣看兩個物件的結果 obj 然後還有我們的product 你覺得發現說 用spreadsynthes是不是比較容易 我不用再用json轉來轉去的 然後也可以達到deepcopy的這個效果 所以這應該就是最後一個吧 我想要講最後一個object.assign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我希望有幫助到各位